大家好,我是二姐 今天做一个香脆又下酒的小零食 酒鬼花生 先给它泡一下,泡两个小时 花生泡两个小时后 更容易去皮 去皮后的花生放进保鲜袋里面 然后放冰箱冷冻一个晚上 冰冻好的花生不用解冻 冷油下锅 这样花生不容易糊 出现这种大泡泡的时候 调中火 中火炸10分钟左右 炸到微微花黄,捞出 接下来开大火 高油温覆炸一遍 让花生更脆 然后捞出来控油 留一点底油,我们来炒香料 加入桂皮 八角,干辣椒,花椒 用小火慢炒 关火,倒入花生 放一点盐 再放一点糖 用锅的余温炒一分钟左右 出锅 香脆的酒鬼花生就做好了 最重要的是保火候和油温 香辣酥脆,特别过瘾 好吃到停不下嘴 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